前的台湾一般民众几乎没有听过有什么佛教举办的营队 但是在今天呢参加佛教营队的人不仅数量多 而且渐渐的遍布各种年龄和社会阶层 为什么佛教举办的活动营队这么受欢迎呢 让我们恭敬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这是台湾的人有福报 这是台湾的人有智慧 所以台湾的佛教走在时代的尖端 而台湾的佛教界的法师们 很愿意吸收学习现代化的 社会教育文化的互动 台湾的佛教界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佛教 徒们醒得更早一些 因为台湾的社会看起来好像很乱 可是台湾的社会是比较开放的 积极的努力的 所以佛教界的法师们都非常努力 所以居士们也跟着相当的护士 所以台湾的佛教从保守的 数位死人的佛教 超度亡灵的佛教 一变变成了互人的人间的佛教 变成了富无于社会的深入于人间的佛教 这种醒觉的一种情况 一种情势在世界各地没有发生 就像日本那样子的一个国家 它的传统的佛教并没有改变 只有新宗教起来的新的宗教 新的教派 他们在学习着西方的宗教 办种种的社会教育福利文化的诗意 他们传统的宗教 还是保守着寺院形态 还是保守着超度的亡灵的形态 所以他们直接也在说 他们是藏仪的佛教 而我们台湾在这个二三十年来 人才渐渐地培养起来了 一般社会的教育水准提高 而且眼界开阔 虽然我们台湾只有两千一百万人口 地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一块被倒 但是我们有世间的眼光 我们有未来的将来性 所以是台湾的佛教在明和现代社会的需求 而学习做过去基督教 天主教他们所经营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做 过去天主教基督教他们有主日学校 现在我们也有 过去天主教基督教办了很多的学校 我们现在副教也在办 从幼稚园办起现在办到大学我们也在办 过去天主教基督教办医院我们现在也在办 因此营队这是其中的运动之中的一个项目 而办营队 不是副教徒说原来不会办 而是说不肯办 现在很简单的 我们现在也没有说到请基督徒 请天主教徒来训练我们办营队 我们直接在办 我们根据副教的修行的基础的方式与形式 来参与孩子们自己的兴趣的活动 结果我们把营队办起来了 办起来是具有副教特色的各种营队 那么我们最初副教的办的营队是大端青年的 渐渐渐渐有小学的营队 然后也有过中的营队 那么像我们今年法古山就办了 这个层次就相当多了 我们从社会的一般人士的营队 然后大专青年的营队 大专青年包括博士的 说师的 以及到专科学校为止的营队 然后我们又办了过中生的营队 也几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在办小学的 小学生的营队 孩子们玩得很高兴 大人修行修得蛮高兴 还有我们动员的这个义工群呢 这义工群也很欢喜 我们如果没有义工啊 这些营队办不起来的 仅仅是法师都办不起来的 我们的义工群呢 集合着每次一个营队啊 都要集合着几十个义工 而且呢一半就是一个星期 至少是三天到五天 有的人义工啊 一做啊就是半个月 两个星期 这两个梯次 他们做得非常高兴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比较繁荣 比较安定 那么义工群呢 他们自己的水准已经很高 而且他们能够把休闲的时间 休假的时间 来做义工 还有这些参加营队的人呢 也是用休假的时间 休闲的时间来参加营队 那么过去我们的社会制度 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的生活 没有那么啊 稳定和啊 比较品质高的时候呢 大家吃饭都需要发愁 还有时间来参加营队吗 大家直接忙着去找钱 还有时间来做义工吗 所以这些原因呢 都是啊 都是 因缘呢 渐渐凑合而成啊 所以今天我们 办营队办得非常成功 如果我们的社会 台湾的环境 继续地能够维持 现在这样的情形 甚至于继续不断地成长的话 我们副教的营队 会办得越来越好 我们不敢说 现在我们的营队啊 办得比其他的宗教更好 至少我们办得还不错 阿弥陀佛 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普渡众生 佛教有一句 家喻户晓的名言 那就是普渡众生 那么这句话呢 正好也代表了 佛教出现在人间 最重要的目的 但是佛教 真的能够普渡众生吗 又如何普渡众生呢 让我们恭敬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在我们民间呢 有一种误解 七月十五啊 来做普渡 普渡谁呢 普渡啊 孤魂野鬼 台湾话叫做什么 何想得 就是听说啊 七月鬼门关开放 所有的鬼啊 统统出来了 出来到人间来做什么 来叫拜拜 因为 所有的人间的 这个子孙啊 亲戚啊 都来拜拜 可是呢 也有一些孤魂啊 没有人记住他们 结果呢 就变成了孤魂了 因此 七月份的时候 鬼门关一开放啊 他们通通出来 出来到我们人间呢 我们民间就是要 给他们普渡了 什么普渡的意思呢 就是大拜拜 供一顿 像这样子 是不是普渡 这个是啊 民间的一种信仰啊 跟佛教的普渡 没有关系 佛教的度众生 是要用佛法的 用佛法来 使得所有的人呢 所有的众生呢 都能够去烦恼而挣菩提 离痛苦而挣极乐 那这是叫做普渡 从我们的 细细嚷嚷的人间 苦苦闹闹的凡夫 而变成了安安依依的 是菩萨 以及呢 欢欢喜喜的圣人 那这个叫做普渡 我们一般的人呢 能不能够啊 背 佛法说渡呢 很难 虽然今天台湾的 自教徒 在人口的比例上 蛮多的 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准备要信佛 就是信了佛的人 也没有准备要修行 修行的人 也没有啊 那么的认真 所以像这种人 是不是被度了呢 只能够说 有一点用了 说已经被度掉了 没有啊 他这一生学佛 下一生还继续再来 再来人间 他并没有离开 并没有度脱三界 生死的轮回 所以不能够叫做 已经被度掉了的 那么 普渡的意思 是不是能够成立呢 能够成立 普渡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不管你要不要佛法 不管你信不信佛教 不管你修不修行佛法 而佛法呢 是永远 是啊 佛法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 随时欢迎你进来 就是佛门叫做普门 普门的意思呢 普遍地对一切众生啊 敞开的 这样你进来 你愿意进来 都欢迎你进来 所以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说 我还是 普通的人 我还没有信佛 佛教要不要我 这个问得很奇怪 佛门 广大 不会拒绝任何人 怎么怎么说 你要不要你呢 这是你自己不进来而已 那么也有人呢 跟我怎么说 说法师啊 我还没有信佛 也没有修佛 不过呢 我觉得信佛的人很好 我也觉得 佛法也不错 那我就马上 给他一句话 你已经是佛教徒了 他说怎么回事 哎 我说你承认 这个佛法很好 幸福有用 这是说你暂时还没有想要用它 你就是你进来了 比如说 你等于是进了餐馆 你还没有吃餐馆里边的菜和饭 这个我们餐馆里已经进来了 这是我们餐馆里的客人哦 那么这意思呢 就是普度的意思 普度并不等于啊 已经度完的意思 而是呢 普遍的接收 接拉 和普遍的帮助所有的人 人要不要来 人要不要接收 是他的事 但是呢 佛法是普遍的要给的 比如说 下雨的时候啊 在一个区域里边 雨点呢 全部都是普遍的都在 在在地下了 可是呢 有的地下呢 是石头 是玻璃 它不吸水的 那有的地下呢 有一点潮湿 但是呢 它还能够吸 所以是 佛法 它本身是平等的 普遍的意思就是 平等的布施 平等的教化 平等的给予 但是 众生 愿意得到的 多少 或者是呢 根本没有对到 这是众生 自己的事 另外一句 说普遍众生 这个福法呢 就像 地藏菩萨 法的诗愿 那个样 地若微空 事不成佛 众生 度金 放正 菩提 它这个心量 就是悲愿 愿一切众生呢 都能得度 这个 这个 就是普遍 客观的 众生 是不是全部的都 这个 不在考量之内 而 自己内在的 要 希望众生 全部的都 这个是呢 佛教的立场 佛教的观点 这叫做普遍 所以普遍的意思 有很多的层次 有很多的呀 这个 溢溢在里头 阿弥陀佛 今天呢 我们来谈一谈 在什么年龄 开始有宗教的信仰 比较好 有很多人常说 等我年纪大了以后 我要好好的信教 或是好好的修行 也有人认为呢 自己的孩子 在还没有成年以前 不应该有宗教信仰 要到长大成人以后 才比较适合 有宗教信仰 或者是修行 那么究竟在 人生的阶段中 什么时候开始 有宗教信仰 是最适当的呢 让我们来请教 圣言法师 信仰宗教 和信仰福教 有一点相同 也并不完全相同 修行福法 和修行呢 一般的 这个宗教 也有一点相同 也不完全相同 所以相同的地方呢 修行呢 就是使得自我成长 或者是希望自己能够 从苦恼 而变成了快乐 从不愉快 从彷徨无依 而得到快乐 以及得到归宿感 这应该是相同的 那么说不同的呢 看看是 在什么时候开始 以及呢 是怎么样子的修行 这不大相同的 在印度啊 一直到现在 除了佛教之外 还有印度教 他们印度教徒啊 修行呢 有种族性 有的像普洛门种族的人啊 他一生出来 他就是修行的人 他是修行的家族 修行的宗族 他们也结婚 也生孩子 可是他们这个宗族啊 就是啊 宗教师 生起来就是宗教师 他们必须要做宗教师 可是呢 除了做宗教师以外 他们也要自己的家庭生活 所以他们规定啊 到了中年以后 才真正的进入山林修行 而成为一个传教的传教师了 这个是啊 印度的印度的印度教 那么在佛教来讲的话 没有这种限制 也没有说一定有哪一个宗族的人可以信教 哪个宗族的不能信教 而是说凡是有知的 有灵的 知道需要佛法的 全部都可以信仰 而从小的时候 小到你只要懂事 就能够学佛了 就能够修行了 老到已经快死了 还来得及赶快来修佛吧 所以没有年龄的限制 但是呢 在我们中国人 有很多人就是一种想法了 年纪轻的时候啊 对宗教还不需要吧 到死的时候呢 究竟要到哪里去 来找个宗教吧 就是要回家的时候 就是找一个门啊 没有准备回家以前啊 这个还不需要嘛 所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 还不需要信宗教 年纪老了以后 找一个心灵的寄托 灰缩的一个依靠 所以是需要宗教 因此要说 当他自己退休了 家庭的孩子啊 已经长大了 自己呢 没有太多的 许多的啊 社会责任已义务了 这下子 好好的去修行去了 要吃素去了 念福去了 这种观念 是我们中国人 好像是告老还乡啊 都圆外了 就没有事了 就去乔国语啊 送进去了 这种观念 是我们中国人啊 已经有很久了 还有 中国人呢 因为是一个儒家的 一个基础的社会 所以呢 对于福教的信仰 对于宗教的信仰 这个原则上啊 不那么排斥 实际上 还是啊 不赞成的 所以子晶信了以后呢 信了福教啊 他这个心里想啊 孩子啊 是不是要信啊 这是孩子的事啊 不要强迫孩子吧 像这种观念 是错的 在福教来讲啊 你的孩子生起来以后 生在你的家庭里边 就是一个小菩萨来了 就是一个三知社来了 你一定要好好地善待他 一定要好好地 在福教的信仰的环境之中啊 来培育他 成为一个未来的菩萨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如果说不管他了 让他自己自生自命了 这你太残忍了嘛 你太不负责任了嘛 这个孩子的宗教信仰 跟他的未来的一生的前途 你的方向有很大的关系的 有了宗教信仰 有了很出尽的宗教信仰以后啊 他的对于未来的人生的旅程呢 是走得非常的平顺的 一定是安定的 虽然也许他在人生过程之中啊 有许多的波浪 但是呢 他经过许多的波浪啊 他的方向不会改变的 他的做人不会啊 这个偏差的 那如果说 这小孩子长大了以后 让他自己选择 那等于说 让他自生自命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父母对于儿女结婚 都希望要干涉一下 希望做一些顾问 为什么对于自己的一个宗教信仰啊 不但是出生问题 是终生问题 而且呢 是无限的生命过程之中的 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就不给他 做一些安排啊 做一些辅导呢 所以是呢 我劝啊 诸位菩萨们啊 诸位这个观众们啊 你年纪轻的时候 就要修佛啊 年纪大了以后 你赶快修佛啊 小的小孩子啊 要劝他修佛 带他修佛啊 否则的话 你会遗憾哦 好美头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